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进发布的数据 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将于2024年4月1日起调至每小时17.3加元 去年同期 政府将联邦雇员的最低时薪从15.55加元提高到16.65加元 据DailyHive报道 所有工资增长均基于加拿大前一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加拿大统计局报告称 2023年CPI年均增长率为3.9% 仅随2022年创下的40年来最高6.8%增长和2021年的3.4% 该机构在1月份指出 除了2022年外 2023年的年均增长率是自1991年以来最大的 根据加拿大律师事务所Sam Farrot Marking LLP的说法 联邦最低工资适用于在联邦监管的私营部门工作的雇员和实习生 包括银行 电信公司 以及跨省空中 海上 铁路和公路运输等企业 许多省份也将于4月1日调高最低时薪 其中New Brunswick省时薪涨到15.3加元 UKON调涨到17.59加元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省15.6加元 Nova Scotia省涨到15.2加元 和爱德华王子岛加到15.4加元 此外 爱德华王子岛还将于10月1日再次调高最低时薪至16加元 Sar省也将于10月1日将最低工资提高至15加元 而BC省调整最低工资的时期定在6月1日 时薪将提高至17.4加元 高于2023年的16.75加元 San Ferret Marken LLP律所表示 安省的这个最低时薪标准有效期将到2024年9月30日 省府有计划每年根据情况调整 预计会在今年4月份左右宣布新的计划 如果某省或地区的最低工资高于联邦标准 该省的联邦监管雇主必须执行更高的标准 作为联邦监管雇主的雇员 您有权获得至少最低工资 实习生也适用此规定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好消息 北美华人回中国探亲访友的航班又增加了 继春航之后 南航也向美国交通部递交了增班申请 计划每周新增一班广州到旧金山的直飞航班 时间是从4月2日起每周两班 另外 从4月3日起 将武汉到旧金山的航班改为广州到武汉到旧金山 经停时间约一个半小时 另外 加州航线也传来好消息 加航蒙特利尔和首尔之间的直飞航班即将开通 小伙伴们暑期回中国转机就更方便了 据多家媒体报道 加航蒙特利尔往返韩国首尔的航线将从6月18日开通 据悉 这条航线每周四班 加航将使用波音787客机直飞 从蒙特利尔出发的航班预计每周一 周二 周四和周六运营 飞行时间为14小时50分钟 从首尔出发的航班预计当地时间每周二 周三 周五和周日运营 飞行时间为13小时30分钟 目前 这条航线已经可以在加航官网找到 并可以通过包括Aeroplane在内的各种渠道预订机票 票价也是小伙伴们最关心的 按照标准经济舱票价 9月最便宜的往返机票售价近1600加元 有了这个航班 东部的小伙伴们今后回中国 也许就不用辛苦再从温哥华转机了 如果您是持签证回中国的外籍华人 今后回中国一定要注意这件事 3月3日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官方公众号发布的信息 明确了外籍华人回国住在亲友家需要办理的手续 移民局明确 外国人在旅馆以外的其他处所居住或者住宿的 应当在入住后24小时内 由本人或者留宿人向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办理登记 如外国人未按规定办理住宿登记 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 外国人到当地公安机关接受处罚后 携带本人护照 证件和留宿人的户口簿 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申报住宿登记 并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 据CIC News报道 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最近对环球邮报透露 今年提供给高校国际学生的学习许可 实际数量约为29.2万 这比1月22日宣布的36万要少得多 当时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 宣布对今年将批准的学习许可申请设置上限 目前是两年内将批准的学习许可数量减少35% 遏制加拿大国际学生项目的不可持续增长 IRCC当时还表示将提高该系统的诚信 在宣布学习许可上限时 米勒部长引用了36万的数字 这与他实施的处理限额606250份申请 以及大约60%的学习许可批准率有关 不过 移民部长没有法定权利限制签证批准数量 只有权限制IRCC处理的申请数量 部长在公民身份和移民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上强调 我只能限制申请人数 而不能限制实际发放的签证 此外 IRCC当时没有提到 这个限制也考虑了不受上限影响的学生 如小学生和高中生或硕士生 因此 今年提供给高校本科生的学习许可总数 约为29.2万 与2023年的57万9千份相比 新修订的限制基于申请数量 将学习许可数量减少近一半 加拿大是如何实施这个学习许可上限的 IRCC将学习许可上限的实施留给了省级政府 为此 各省负责向有资格的指定学习机构的国际学生颁发省级认证信 这些信件向IRCC证明 被批准的学生获得其学校所在的省获地区的授权 可以进入该省的学习许可配额中 根据移民部的指示 省级认证信必须由省和地区政府撰写并签署 并且必须包含申请人的全名 书生日期和地址 在新制度下 学习许可申请人现在需要一份录取通知书 和一份省级认证信来向IRCC申请学习许可 分配给各省或地区的数量将根据其各自的人口而定 到目前为止 只有卑诗省和阿尔伯塔省 宣布了他们为学生提供省级认证信的系统 通过这两个系统 一旦学生符合所有的资格标准 他们将通过他们的指定学习机构获得证明信 联邦政府要求所有省级政府在2024年3月31日之前 创建并实施他们的省级认证信发放系统 加拿大一场承诺已久的银行业革命正在到来 正在进行的变革将使加拿大消费者和企业 对自己的财务数据拥有更多的控制权 包括与谁共享这些数据 这就是所谓的开放式银行Open Banking 经过多年的尝试 联邦政府已承诺将在下个月的预算案中制定框架立法 将开放式银行系统引入加拿大 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的开放式银行转型的鼓吹者称赞 这是一种促进竞争 大幅改变支付方式 向更以人为本的金融体系整体转变的方式 这关系到建立一个更公平 更包容 更开放的社会 面向银行业从业人员的论坛 Open Banking Excellence的创始人Helen Child表示 开放式银行的工作原理 是让消费者可以选择与其他公司共享他们的银行数据 最常见的用途是收予对预算或资金管理应用程序和公司的访问权限 以便客户可以将不同的银行账户和信用卡集中到一个地方 其他正在出现的用途包括更简单的支付 自动会计和企业服务管理 最大的增长领域之一是信用评估 在开放银行制度下 贷款人可以直接访问个人的银行数据 因此他们可以查看信用评分以外的信息 消费者也可以用它来建立他们的信用评分 例如通过证明可靠的租金支付 他推动了金融包容性 Charles说 这是数据的民主化 安永 加拿大全国银行业技术主管EBSAC-Sinha表示 这种模式被联邦政府称为消费者驱动的银行业务 是一种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 即让人们对公司收集的有关他们的数据拥有更多控制权 这是一场重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进步 紧随其他发达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脚步 但是尽管有可能改变当前的体系 但一些人对这种变化的程度和速度持怀疑态度 Sinha说 即使有安全保证措施 要说服加拿大人信任这个系统核心的竞争对手 可能还需要做更多工作 我认为 在加拿大获得信任对金融科技界来说 将是极其困难的 那是他们将要攀登的一座高山 枫叶银行 加拿大银行业务主管Iris 在投资者日上表示 该系统2019年在欧洲推出时 接受程度也相当低 Iris表示 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 并努力确保准备和适应能力 Iris曾在RNG工作 去年转投封链银行 据负责在英国实施该系统的开放银行有限公司 Open Banking Limited称 即使在2018年率先推出开放银行服务的英国 截至去年6月 也只有约11%的英国消费者在使用该服务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